傍晚六点可是阳光出来一看 哎呦 啊 赶紧要拿帽子 拿太阳眼镜才行 这里是离我们民宿最近的一个广场 叫做圣米尔盖乙广场 然后广场的边上都是露天的 可以坐在露天的一些餐馆 咦 这边外场上都有很多的那些油画式的彩柜 啊 这里的人的肤色都是古铜色的为主啊 因为现在是下午六点阳光反而是最灿烂 好 这个也是属于马德里十大最出名的小吃之一 那么这个是面包夹那个鱿鱼炸鱿鱼 美国是佛腿 Hot Dog 好 感觉这个城市现在才苏醒的感觉 现在才看到有人的感觉 才有博力这个城市 好 这又是另外一个广场 啊 这越来越多人了 啊 哎 这个是可以 是人扮的 对对对 他 哎 这个 他爬在里面应该说是 他应该那个衣服那里那边应该是 硬的 支撑的 不然的话不可能这么酒吧 这里又是另外一个了 这都是真人扮演 哇 这里越来越多人的感觉啊 也有很多广场上也有很多表演的人 一只大熊 一个熊猫 在酷相对望 一起表演 诶 这个小孩子还扮演一起 跟他们互动 然后拖着手 只不够聊给小肺 这个雕像啊 就叫做 熊羽草莓树 那么是马德里的一个打标的 标志性 现在变成地标性的一个景点 那么很多人都会在这里打卡 拍照 这个雕像 跟我的年级一样哦 我们都是出生同样的年代 同样的年份哦 这才会有软啊 诶 这里面 这些好像都是步行街的感觉 没有车辆过 停好 停好 哇 有很多哦 是 今天是8月20号 星期二 现在是 当地时间是晚上的7点 可是 给我感觉 好像是 下午两三点的感觉 哇 这里很多 很多大地球的表演 这里 咦 这个好像一个软鲜月房的感觉 这个好像一个软鲜月房的感觉 就是我们的 哦 原来我们就是找的就找这一家 咦 原来也就是说 它是很受宽银才这样啊 我们今晚就在这里吃 大餐 好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一家吃 哎呦 果然找的不错 看门 门口排队的人 那么多 而且 也有本地人 也有游客 这家的出名是吃烤猪的 好 你们看看 还有海鲜饭也是 只不过它出名的是烤猪 现在是晚上7点52分 原来这里很多餐馆都是 晚上8点才开门 可是这里 就已经排队了 排队再等进去 好 这是这家店的竹窗设计 排名第三个 排名第三个 原来这家餐馆是排名第三 也可以微信制服 咦 我们给安排到一个套窗 最最里面的位置 哎 不错 原来这一家餐馆是 全世界第一家餐馆 它已经 它 成立于1725年 距离现在有294年的历史 原来这么古老的 哇 感觉还没吃 又已经感觉 提升了 整个格局 在这里 这家餐馆最出名的就是烤鱼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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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烤鱼猪 好像没吃的感觉 好不好吃已经不重要了 要挤回 好 我们看一看这家有294年的餐厅 大家想象不出来有294年的餐厅 大家想象不出来有294年的餐厅 天不疑